如果你有運氣好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的石頭旁邊有一些翻白的魚類 會翻轉翻轉的 不是水底那個白白喔 不是那個 那個應該是其他的東西沉在水底 可是我們的魚是活動的 所以你要看它在游動還有翻白 尤其是靠近那個石頭旁邊 它喜歡吃藻類 所以它吃藻類的時候 它的身體是360度翻轉 所以在翻轉的時候 你會看到螢光一片 所以我們也把它叫做水中的螢火蟲 我們泰雅族人最喜歡吃的魚 就是這裡面的苦花魚 這個苦花魚就是我們真正的魚 所以我們打樣的話叫苦力巴賴 就是真正的魚 最喜歡吃的是苦花 第二名就是石兵 把石兵叫做酒瓣 那它的身體比較乾一點 然後身體比較低 身體還有黑色的表演 它的肉質就不像那個苦花魚 好 香魚的話 野生香魚以前都是在比較高山上 後來被補了沒有了 對 那就是人家水產兩節的話還有 なので我們開來的 往下吃別人的模式 背包 有了 水 往下吃 甚至 我 申請 使用 等